这里面谈到的 语言方面的 你学了佛以后 你经过了一番的努力 那么你根本 你看起来像一个一般人 但是你自己本身的肚子里面 到底装了多少的经典 跟所有的论作 经历论三宝 你肚子里面到底装了多少本的经论 所以我曾经问大家 你看过《现观庄严论》吗 你读过吗 你读过《现观庄严论》呢 弥勒菩萨做的《现观庄严论》 你读过《法称》 《叶称》 《叶称》的《入宗论》吗 《入宗论》 那么你读过《陈纳》的《吉量论》吗 《陈纳》的《吉量论》吗 那你读过《吉量论》吗 那你读过《吉量论》吗 《吉量论》吗 这个《借力》的《论作》 那你读过《记舍论》《诚实论》吗 那现在我问大家 你们其中哪一部论 你读舍论 这五部大论 六部论 跟诚实论 你们还有这个大圣起信论 大圣起信论 宜家师弟论 宜家师弟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